ok 也是一样 我最喜欢这个眼影粉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质地很细致 然后它有亮亮的粉在里面 可是又不会过亮 因为亮粉如果太粗糙的话 画上去金光闪闪 可是看起来很没气质 对吧 好 这是非常自然的颜色 金光就是粉色稍微加深 画在这个地方 最后一步呢 倒数第二步呢 就是用一个highlighter的颜色 很亮的颜色 但是一样的 这家的颜色非常的柔和 画在眉骨的这个地方 然后慢慢的抹开 主要就是眉骨这个地方 那讲究一点的人 可以画三个颜色 我大部分的时间 我只画两个颜色 最讲究的话呢 在最下面这个地方 可以画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那我比较懒 那我比较懒 Defens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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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睫毛短的人来讲是很辛苦的 就不停的把睫毛糕刷上去 来 你看 一边有睫毛糕 一边没有睫毛糕 不能小笑的话 你看睫毛糕就压到下眼皮了 你会给我一个棉花棒 因为笑 所以一不小心睫毛包跑到下眼皮 用这个棉花棒把它刷掉 然后再用棉花棒 沾一点粉 轻轻点在上面 这样就可以补救了 OK 睫毛包我通常放两到三层 但是在两层之间 我不会再用睫毛夹夹一次 有些人会再用睫毛夹夹一次 我是不夹的 因为我不想要每天清我的睫毛夹 OK 快要完工啦 等一下完工来一个当特写 OK 眼妆完工 OK 眼妆完工 OK 眼妆完工